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在湖北省隋州市出土的曾侯乙木编钟 共有65件 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编钟 它气势恢弘 总重量达到五吨之多 这在世界乐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而这样的编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经过千年之后 它是否还能发出动听的旋律呢 1978年5月23日的清晨 天空出现了异样的朝霞 这一天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午饭时分 抽水机还在抽取雷谷墓穴里的积水 工地上只留下了不多的几个人 负责看守抽水机的逢光声 忽然看见了什么 最先我是看到那个水面 下面有黑乎乎的三条东西 三条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么我就开始注意观察 随着渐渐的水就往下落 这样就看到有三个小的架子 这张当时的照片上 显示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那究竟是什么 当积水终于排单 墓葬中式的景象 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六十五个青铜的边钟 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 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 两千多年来 它一直稳稳地站立在原地 这是世界考古史上 绝无仅有的一幕 也是雷古墩古墓 出土的最规律的墩宝 边钟 沿中式的西壁和南壁 呈曲齿形立方 总长度超过十米 边钟分三层 每层的钟形态各不相同 最上面一层叫纽钟 中间及下一层叫永钟 边钟的大小差异很大 最轻的一件只有2.4公斤重 最重的一件却重达203.6公斤 整套边钟的总重量有5吨 中架上又配着宝剑的青铜武士 忠心耿耿地拖着挂中的木梁 它们神情肃穆 体格健壮 仿佛王宫里的卫士 边钟上刻着三千多个漂亮的中国古文字 包括对边钟的边号 济世 标音 以及乐律 称得上是古老的音乐教科书 这些文字也揭开了神秘墓主人的面貌 明文指出 这套边钟是属于曾侯乙的 也就是说古墓的主人叫乙 是诸侯国曾的国君 难怪他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地下宫殿 在雷古墓古墓的边钟被发掘前 也出土过一些边钟 但多数已经不能发出声音 这套边钟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当我们第一次敲响这边钟的时候 它那种非常透明 透明的像水滴一样的那样的音色 还有呢 它的这个绵长的语音 一下大家都震住了 真是太美妙了 随后呢 我们就一股作戏 就把其他的钟 就发现呢 它的小钟呢 清脆明亮月儿 钟存的钟呢 比较圆润 下存的钟呢 深层浑厚 总而言之 当时的那个 它的声音 征服了所有在场的音乐奖 第一套边钟的复制 前后一共花去七年时间 经过许多次尝试 最终达到了和元剑乱真的程度 但是 祖先的有些秘密 我们费尽心思 也未必能弄明白 编中的音阶 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 音域跨越五个半八度 只比现代钢琴的高低音部 各少一个八度 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全 红理论上说 这是一套可以奏出各种乐曲的乐器 能够表现很多复杂的音乐技巧 两千多年前 古中国人就能感悟出如此和谐的乐率 不能不让人惊叹 曾侯以编钟 因此获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成为中国古文武杰出的代表 从远古时代起 中国人就对音乐有着特别的热爱 很多关于音乐的传奇在民间流传 在今天的武汉市 就有这样一座古琴台 相传有一个叫伯牙的音乐家 擅长演奏琴 但是没人能听懂 直到有一天 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叫 钟子柒的巧夫 钟子柒完全理解了他的音乐 子柒去世后 悲痛的柏牙在子柒目前把琴摔坏 从此不再弹琴 琴是高雅生活的象征 据说三千多年前的中国人 就已经风靡弹琴 而这把两千多岁高龄的古琴 就出土于曾侯以 实际上曾侯以 一共给我们留下了一百二十五件古代乐器 这套乐器是在边中旁边被发现的 它叫边庆 用特殊的石头做成 声音清脆悠扬 格外动听 边中和边庆一道 组成了乐队的核心 由于古中国人把琴筒称为金 所以两样乐器合称金石之声 这种声音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 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除此之外还有色 剑鼓 竹池 排销 等等乐器 组合起来就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 在古代中国 宫廷音乐并不仅仅用来娱乐 更重要的 它们象征着权力 威严和秩序 曾侯以的卧室里面 也放了些乐器 琴 色 鼓 声 这些乐器大概是用来演奏轻音乐的 当曾侯以为政务忙了一天后 回到居室 在美女们的环绕下 听起曲浪漫的音乐 那一定是他一天之中最惬意的时刻 曾侯以目边中的出土 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 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 如此恢弘的乐队 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曾侯以目边中的铸成 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 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 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 也是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辉煌 曾侯以一个完全被史学家遗忘的国君 没有人知道他的王国从何时开始 也没有人知道他有过怎样的功绩和苦恼 千年之后 人们唤醒沉睡已久的古老王国 试图揭秘历史深处的这一片空白 国之宝带您走进 失落的王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远离大城市的雷古墩 是一个安详的小世界 青山环抱的平原上流淌着清澈的河流 村民们世代过着平静的农耕生活 但是自从多年前雷古墩古墓出现在这片原野上 村民们的生活多少有了些变化 今天就在村庄的农田中 注立起一座现代建筑 雷古墩遗址博物馆 多年来 修复保护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中 墓制的裹板已经全部经过脱水处理 而墓主人曾侯以 却依然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为何他会有如此规格的墓葬呢 难道在历史上真的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王国吗 根据文献考证和探十四测定 可以推定曾侯以的死亡年代 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 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战国 各个诸侯国为争夺地盘 扩充势力 混账不休 叱咤风云的诸侯王和骆驼不羁的英雄 是这部戏剧的主角 那么当年的曾侯以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到目前为止 在湖北的隋州 早阳 金山和河南南阳等地 出土着大量的曾国清 带有曾国名文的清农器 特别是曾侯以墓的出土 表明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叫真的国家 但是文献上只有隋过的记载 多年的考古发掘 从来没有出土过一件有关隋的文物 隋国存在过吗 它和曾国是什么关系 不少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 曾国和隋国其实是同一个国家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曾国的历史 但墓中出土的两堆竹简 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 竹简是一份隋葬物品的清单 上面留下了参加下葬仪式的来宾 以及馈赠车马兵器的详史记录 送礼的除了曾国的人之外 主要就是楚国的王 太子和大臣 而在出土的边中中 就有楚王赠送了一个钟 上面的文字说 楚王在位56年时 做了一个祭祀用的钟 赠送给曾侯以 这些证据说明 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根据史书记载 楚国曾经成为各诸侯国的霸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它是中国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 在楚国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当中 曾经灭掉过六十多个小的诸侯国 曾国从春秋中期就开始 是人为楚国的附庸侯国 但是一直到战国中期以后才被楚国灭掉 其中很重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曾国曾经救过楚王 公元前506年逐世录影的时候 楚之王逃到曾国 那么曾国救驾有功 所以曾国被楚国保持了下来 所有的推测都不能完全确定 曾国的历史和曾侯以的声势 人们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 实际上就在雷古墩附近 已经探测到76座战国时期的古墓 可能是曾国的贵族和平民的墓地 而神秘的雷古墩 也被怀疑是规模宏大的墓葬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发现古国更多的秘密 即使存在很多谜团 曾侯以墓给人们带来的惊喜 已经远远超出当初的预计 在这个巨大的古墓里 一共埋藏了一万五千多件随葬品 除了乐器 兵器和礼器外 还有许多生火用品 其中青铜器具就有十吨重 文物中有九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许多精品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展出 漆器是古代中国人的发明 他们用木块或木板做成形具 然后在外面涂漆 漆器不仅轻便实用 而且色彩艳丽 至今仍是很受欢迎的工艺品 两千多年前 工匠们就在漆器上体现了精妙的心思 这套漆器是野餐食的食具 里面能装下盒子 罐子和勺等用品 出土时 盒子里还残存着果盒 这件物品其实是一种乐器剑谷的底座 出土时 剑谷已经朽烂 这个圆孔就是当年用来固定剑谷的 整体上看 它就像一团火一样的 在燃烧的那种感觉 你走近看 它就是很多的那些龙头龙尾 向四周散发 那么在我看着它觉得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具有独立性的一个雕塑艺术品 尽管它是建古 是一个古的基座 但我看着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雕塑作品 这件青铜尊盘是由一尊一盘组成 尊用来成酒 盘则是成水或冰的 尊和盘通身装饰着纤细繁复的立体纹路 由无数条游动的小龙舌错综的穿插结构而成 专家们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 这些镂空的装饰是中国现已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复杂的物品 它们是用湿蜡法铸造的 所谓湿蜡法就是用纳膜来做模具 纳膜做成以后 外边复以内活材料 像神银沙这些内活材料附在上头 然后让它银干 再把这个模具进行排烧 蜡就化出来了 化掉了 那么外边就接种一个壳子 给我们叫它银墨 用这个壳子来胶筑轻动器 最后就成为铸件 施蜡法至今仍旧在精密铸造领域使用 虽然今天的技术比2000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在手工的繁复和精巧方面 后人却未必能赶上祖先 要复制出尊盘那样巧夺天工的作品 对金人来说也有着相当的难度 编中表现出来的青铜铸造技艺 也让人们惊叹 通过激光等先进技术研究人员发现 所有编中都是用复合逃犯筑成的 以最复杂的中层涌中为例 整个柱形由上百块逃犯和泥芯组成 一次胶筑成形 在曾侯仪的卧室里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东西 看起来很像弹簧 但是检测的结果表明 这些金属质地很软 不具有弹性 金属圈被规则地缠绕在圆木柱上 又很像现代的电线圈 他们究竟有什么用途至今仍旧是个谜 毫无疑问 曾侯已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却不幸被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完全遗忘 没有人知道他的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有过什么样的功绩和苦恼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子孙去往哪里 他的王国又在什么时候消失 然而他最值得我们感激的是 因为对生命和音乐的无限眷恋 他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奇的瑰宝 以及回想不绝的远古的乐声 众多的石像 山峰的高大形体 烘托出他雄伟壮观的气势 精致的石棺 多彩的壁画 再现了新日的梦幻岁月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长年于此无穷的悬念就藏在他隐秘地宫的深处 国之宝将带您一起去探索 沉默的女皇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 一个叫温涛的军阀 手里握着唐代陵墓的图纸 于是包括唐太宗昭陵在内的十多座唐陵 尽遭浩劫 已经大发横财的温涛 依旧不能满足贪婪的欲望 他决定闯进那个传说中藏满黄金的 武则天陵琴 乾陵 但是就当温涛和他的部队企图开决乾陵时 朗朗的晴天突然间狂风骤雨 电闪雷鸣 温涛恐惧不已 慌忙停止挖掘 带兵撤退 乾陵就这样幸运地逃过了这次浩劫 而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在往后的一千多年里 很多盗墓贼企图盗挖乾陵 但是都没有成功 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始终庇护着那位女皇帝的地下世界呢 这座黄陵就是乾陵 位于西安市西北七十五公里的梁山上 连绵起伏的三座山峰 远远望去 宛如一个仰面而卧的妇人 这座陵墓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和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一同埋葬在这里 自古以来都是一地一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武则天和唐高宗要在死后也要同居一室呢 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定都长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帝国的统治权也成为权力漩涡中所有人的梦想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个皇帝 他的性格仁慈而懦弱 李治很信任自己能干的妻子武则天 把很多政务交给他处理 就这样 政权逐渐被皇后武则天掌握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 次年葬入乾陵 乾陵依梁山的自然山势 将山头作为陵种 在山腰处凿出石洞 修建玄宫 唐高宗下葬时 乾陵还只是初具规模 真正促使他建成的是武则天 唐高宗死后 武则天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后来他干脆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当武则天忙于宫廷斗争和国家大事时 始终牵挂着乾陵 这里埋藏着他的丈夫 那个曾经给了他一生荣耀的男人 所以在那个迷信来世的年代 武则天决定要在自己百年之后 与唐高宗的灵魂重逢地下 在武则天的主持下 乾陵的修建工程一直继续 工程艰巨而浩大 前后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才告竣工 终于造就了一座空前的皇家陵寝 这是一座气势恢弘的陵墓 以司马道为中轴 四周环绕着两重成员 成员的西南方建有宫殿 东南方分布有太子 公主及大臣的十七座陪葬墓 整个陵区周长四十公里 占地面积约二十万户 俯瞰乾陵 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布局 这个布局究竟缘何而来呢 实际上乾陵就是仿照当时唐朝的都城 长安城建造的 过去吕氏孙舅我句话呀 陵墓若都役 就是古人的 陵墓呢就修陵墓 要仿造什么修呢 仿造在都城去修 因为他在另个世界还继续过在皇帝生活 因此呢就唐代陵墓呢 应该就历代陵墓都是差 公元七世纪的长安城 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大都市 设计周详布局井南 一条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 东西左右均衡对称 乾陵就是长安城的微缩景观 乾陵的正门位于南面 自南向北建有三座高耸入云的大门 他们象征着帝国都城长安的三座城门 三座高门相间隔的区域 分别象征着长安城的外郭城 皇城和宫城 宫城和长安城一样 在四个方向设有青龙门 朱雀门 白虎门 玄武门 里面建有寝殿和地宫 这是帝王死后的宫城 乾陵的这个布局 究竟代表着设计者的何种寓意呢 将自己的灵寝修成与长安城一样的布局理念 同样来自武则天 这位颇有争议的女皇帝 为了让自己在来世中 一样能够享受到生前的至高无上 所以就为自己和高宗皇帝建设了这一地下世界 从这个灵寝的理念中 人们不难想象 它里面将会是何等的奢华和高贵 考古工作者通过局部探测 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乾陵地宫的情况 木道里的天井 事实上是在挖掘墓室时 用来运土的通道 所以墓室越大 所需要的出口就越多 天井也就越多 那么安放帝王官国的墓室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乾陵内部的假象图 在拱顶的下面 是象征听堂的前室 摆放着皇帝生前的日用品 地宫后室设有石床 上面放着两具光果 左边躺着唐高宗 右边躺着武则天 据考证 乾陵地宫的空间约为5000立方米 按其四分之一的比例来计算陪葬品 那么陪葬品的体积 也在1200立方米左右 文物则最少有800吨 这些文物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陕西曾经发掘过一座 唐代的皇家寺院 法门寺的地宫 出土了大量的唐朝皇室物品 特别是其中的金银器 华美典养 令人眼花缭乱 法门寺地宫中 还出土了一件武则天的绣裙 这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唯一一件武则天的遗物 而在神秘的乾陵地宫中 一定保存着更多炫目的皇家器物和武则天的遗物 这让人们对乾陵地宫产生了巨大的探寻热情 是否发掘乾陵 一度成为考古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 但是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贸然发掘乾陵 能不能对地下的文物有效地实行保护 还是一个疑问 对科学技术而言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 我们所能做的太少 不能做的太多 要有这么个基本科学古迹 我觉得你就应该不要挖它 学者们相信 这座乾陵所蕴藏的秘密 会与武则天传奇的命运一样 惊世骇俗 至于将来 还有没有可能目睹武则天的真容 还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发现 这些悬念将长期困扰着世人 谜底的真正揭开 上代来日 一件罕见的精器 拉开了一个远古墓室的大门 造型诡异的青铜器 长着一族连孔的面具 用怎样独特的方式 冲击着现代文明 是谁制造了这些珍宝 又为什么在历史上 盘花一现 国之宝呈现月亮湾里的 瑰丽宝藏 在四川广汉市 一个叫月亮湾的小村庄里 耸立着三个黄土堆 像三颗散落人间的星星 当地人叫它为三星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三星堆被考古学家打开时 一个远古时代的秘密呈现在人们面前 面对这件轮盘式的器物 所有现代人最直接的反应是汽车的方向盘 连喇叭都描绘得十分逼真 这座青铜人像 是三星堆出土的最精美的文物之一 被称为铜像之王 连底座一共有2.62米高 大大的眼睛 直挺的鼻梁 耳垂穿孔 头上戴着华美的高官 身上穿着漂亮的长袍 赤裸的双足站在方座之上 足踝上佩戴着环镯 他的左臂上举 右臂弯曲在胸前 腕上戴着三个手镯 双手的造型非常夸张 似乎握着什么 有人推断他很可能是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或者祭司 所以他手里握的应该就是能沟通天地的玉丛 然而有人却认为 大青铜像手里拿着的应该是树枝 依据就是这个青铜铸造的神坛 神坛下面站着四个青铜小人 他们手里拿的就是树枝 可是树枝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树枝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当时的宗教人士 在迎送太阳的时候 所要吃的一个东西 树木的神圣性在另一件文物上 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一棵高达3.84米的青铜树 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铜铃和装饰物 还有九只灵动活泼的鸟 沿着树干 微移爬行的 是中华古文明最显著的象征 龙 有人说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 象征太阳的神术 温暖的太阳是万物生长 所以很多古人类都产生过太阳崇拜 这个像方向盘的青铜器 实际上就是对太阳的模拟 是太阳崇拜最明显的证据 除了太阳崇拜 三星堆人对鸟和鱼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三星堆的文物上频繁出现鸟和鱼的形象 有的是写实的 有的则是比较抽象的文物 看来鸟和鱼很有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图腾 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鲤器和兵器 形象稳重庄严 很少有雕像和面具 而在古埃及和近东的古文明中 有相当多的青铜雕像和面具 从形式上看起来 这些青铜器更接近于他们 青铜时代的中国人 对黄金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 而三星堆的仙民很擅长使用黄金 金器种类特别多 有金杖 金面罩 各种金箔的装饰物 这是一块做成老虎形状的金箔 锤打得十分细腻而均匀 黄金面罩是黄金制品的又一杰作 种种迹象难道在暗示 三星堆文明来源于西方吗 在很多人的眼里 三星堆的文化成为不可解释的谜语 当人们在地图上搜索人类文明的足迹时 发现 玛雅文明 古希腊文明和三星堆文明 恰巧处在一条航线上 也就是北纬三十度左右 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 从出土的文物看 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 有些则被人为的破坏过 这个青铜雕像曾被人们用大锤拦腰砍断 然后又朝头部中击 有人因此猜测 这是外来侵略者战胜三星堆人后 举行的惩罚性仪式 但是这两个坑挖得很整齐 而且都朝着古城的方向 看起来不像是敌人所为 而应该是本族人举行的某种特殊仪式 三星堆的人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变故 为什么要将他们最真爱的宝物 全部埋藏呢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这是最困扰考古学家的一个难题 三星堆璀璨的文明 似乎在一夜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人间莫名其妙的蒸发了 直到三星堆考古发掘之后的第15年 在2001年的春天 考古学家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在距离三星堆40多公里 一个叫金沙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庞大的古城遗址 挖掘出来的一千多件文物足以证明 这里和三星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同位素测定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猜想 金沙古城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晚期 这个19.6厘米高的青铜小丽人 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 它很像三星堆的青铜大丽人 同样的长衣 同样的姿态 空空的手中似乎握着什么东西 仅仅这两个青铜丽人 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 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 这是在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带 上面的文饰和三星堆出土的金带上面的部分文饰 居然一模一样 都是由鸟 鱼和剑组成的图案 但是仔细看这些图案还是有一些区别 金沙的金带上没有人脸 只有圆圈 三星堆金带上的鱼和鸟都是两个一组 而在金沙的金带上 每组图案中只有一条鱼和一只鸟 也就是说 金沙的金带只使用了三星堆金带的一半图案 这只是一种偶然呢 还是隐含了什么玄机 两个极其相似的青铜丽人 其实也有些不同 三星堆的大铜丽人的发迹是别起来的 而金沙的小铜人梳着辫子 对三星堆的研究显示 凡是头发扎成发迹的 都是身份较高的祭司 人们推测 输辫子的可能代表着世俗权利的掌控者 这个不起眼的差别 暗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 我们就怀疑 三星堆这个王国的负变 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带辫子的 和杂法级的 宗教的 世俗的 他们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了问题 除了权力最大的一部分人 可能就是金沙村 这个遗址的主人 他们从带法级的那些人那里面 夺得了宗教权利 并且在三星堆遗址的南面一点 建立了一个新的诚意 金带图案的问题 也因此得到了一种解释 由于来到金沙的人 只是三星堆居民中的一个种族 所以他们只用了图案的一半 三星堆仍旧有太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成绩 人们变得更加乐观了 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我们能最终拼接出清晰的图案 看到一个古老文明 真实的形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